XXX www.xXX XXXX XXXX OK 到今天為止 全世界已經有超過3億人 已經是打了疫苗的 包括我們的國家 本身也有超過10萬人 已經是打了疫苗的 我們看看我們的首相 阿丁哥 衛生總監 阿山哥 他們都打了 他们打了之后都好像没事 照样上班 照样吃饭 现在有三种方法 第一种就是你手机上的Mais & Yatra 第二种就是 第三种就是打热线 不用 你耐心点等一会 因为卫生局会打给你 跟你说什么时候打 和哪里打 其实我们是鼓励老人家去打 因为到目前为止 最高风险的群体 就是60岁以上的大哥大姐 我们第一批就是打了前线人员 所以第二批就轮到老人家 还有那些有盲性疾病的朋友 比如说有高血压 糖尿病 心脏病 残疾人士 然后第三批就轮到我们这些 成年人 暂时是不用的 现在的疫苗是比 18岁以上的打的 目前为止 这些市民上是没有给18岁以下的 小孩的疫苗的 可以 照样 和我们同样程序就可以了 你们想想一下 如果我们全部都打了疫苗之后 就有群组免疫力 这样我们的生活 正会回到正常的 可以出街喝茶 可以去吃风 然后子女都可以 和父母团聚 所以卯使抗 我们一起去登记 一起去打疫苗 保护自己 保护全民